第25题 若将雷射光束沿着压克力板O点的发现射向O点 比较雷射光束进入压克力板前后 下列有关雷射光束传播速率与行径方向变化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它在外面是空气 在这里是压克力板 它进入不一样的介质 所以密度不一样 因此传播的速率会发生变化 所以第一个我确定 它的传播的速率是会改变的 而且我知道速率是要变慢 第二个它沿着发现入射 发现是跟障碍念垂直 因为它是垂直入射的 我们上课的时候提过教过 如果是垂直入射的时候 看不到折射现象 所以它会直直的射进去 也会直直的射出来 所以它看不到折射 也就是说它的前进方向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沿着发现垂直入射 进到压克力板的时候 我们的传播速率会变 但是前进方向不会变 所以第二十五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雷射光束传播速率 与行进方向的变化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只有传播速率改变